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神经九长老,今天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有这么好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的教导。 我希望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 今天请我们大家来看,我们今天圣经宇宙大学,我们推荐安息日课程。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七课,第七课的题目是安息关系与一致。 安息关系与一致,希望上帝的父能够来到我们人间。 那在我们要开始跟大家学习,讨论我们这个课程,我们要做一个祷告。 请大家来跟我做祷告。 主呀,你对我们的恩典实在太伟大。 你是创造主,你的确做了创造主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因为你的智慧。 因为你的智慧,你的种种给我们的教导,都是对我们的确有利无害。 主呀,主呀,我们看到了你这个伟大的爱。 我们实在感动。 我们实在很佩服你的忍耐。 主呀,我们是罪恶,犯罪的这些一群孩子。 在你的眼边。 主呀,今天我做这个祷告。 我要请你给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你课程里面所要我们学习的。 所以我就请你跟我们同在。 使我们能够成长在属灵方面。 我这样祷告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好,再来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讨论的是安息日课程。 我们安息日课程已经来到第七课。 第七课的题目是安息。 这个安息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这个世界,人间,心灵没有这个安息。 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安息是怎样才能获得。 那还有就是关系。 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医治。 医治就是,如果我们心灵受到了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要得到医治。 我们要得到医治。 那这种种都要在经文里面, 获得的这个方法。 那今天,请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安息。 这个纯心节。 这个纯心节。 请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星期六纯心节。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 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至忧至恨。 这是神差我载你们以先来。 唯要保全生命。 是这样。 这个是当然是这个从这个月色。 从这个月色经文里面找出来。 我们今天要来研究这个月色的故事。 这个我们大家大概很熟悉。 对这个月色的故事。 月色的故事就是家里分裂。 家里分裂。 因为这个父亲啊。 父亲对月色是比较不公平。 就是说,爱月色比较比其他的弟兄哥哥还要多。 所以这样的话,偏见啊。 这个偏见就引起了哥哥们的这个怎么样啊? 的妒忌。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就家庭就分裂。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怎样能够把这个家庭分裂的情况。 这个关系啊。 重新。 重新给他。 给他补过来。 所以这个月色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好的。 啊。 那这边我们的。 这个。 这边。 啊。 这个。 这个。 我们。 这个。 课程。 啊。 这个。 这个。 啊。 我们常常都。 把一个简短的故事。 给我们介绍一下。 让我们知道说。 他。 这个。 下面的故事。 啊。 就。 和这个故事有。 有。 相连的。 啊。 啊。 这边说。 一名男子啊。 啊。 啊。 被控。 啊。 被控。 啊。 看。 占凡的性。 King。 轻一名妇女。 他在。 紧急时。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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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任了。 让了这个叫。 强尼啊。 啊。 那么。 尽管。 罪行。 证据。 明显不足。 但。 这位妇女。 任坚持。 强尼。 就是犯人。 啊。 那么于是强尼被关进监狼进监狱 他因为違反的罪被判入监狱十四年 就实际上不是他犯罪 可是在这个警局的审判 就判他把他关到监狱十四年 那当这个DNA报告证明他无罪死 这位名叫秦的女人 才意识到她犯下了一个可怕的误会 错误就把这个男子建狱到十四年 那他想在这个强尼或时候去拜访他 就是这个强尼在这个监狱十四年以后 那他起满了就这个这个这个女的就去拜访他 当强尼当强尼面对这个毁了他人生 这么多年的女人生 这个饱受折磨的男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学看 说这个这个强尼啊 对这个女女人有什么反应 他在一个房间里等待他到来 当他走进房间时 他们看着对方 于是哭了起来 强尼弯下摇 握住了我的手 他看着我说 我原谅你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啊 这就是我曾经恨过并想想职于死地的人 可是现在他却对我这个冤枉他多年的人说 他原谅我 那时我才开始明白恩典是什么 直到这时我才开始得医治 并获得真正的安息啊 听到这个强尼说我原谅你 这一句话就得到安息 他这个啊 这个女的就得到医治和安息啊 所以这边 我们将讨论啊 讨论饶术以及脱退 他对不得安息知人心啊 心灵的影响这个饶术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课程啊 我们啊 地区要深入了解这个 饶术的影响 心理的影响 心理的医治啊 好 请我们来看 这个新十月面对过去啊 面对过去 过去就是啊 患错的过去 耶稣在十字架上付出的暑假 为每个人而负得 这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我们要了解 说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啊 付出的代价 是对每一个人啊 不是只是我和你 是每一个人 所以我每个人就是主上帝的儿女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这一点啊 这一点啊 要不 如果啊 有谁啊 做了我们 对待我们不好啊 做了很多罪恶的事啊 我们就要想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上帝的儿女啊 啊 如果我们要恕他 他们做错的事 我们就等于 要恕了上帝啊 啊 面对过去 最终 事情 操作 对月色 今天 我们要讲 是把这个月色的故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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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个 做这个 比喻 啊 月色有力的方向 发展 啊 他 他 不仅从 监狱 里 被释放 而且 在 为 为 法老 结盟 之后 被任命为 埃及 宅相 在这个 创世纪 第41章 啊 他 结了婚 并有了两个孩子 啊 埃及的粮食 满了 梦中 一人的 激发 也已到来 然后 有一天 月色的哥哥们 来到了 埃及 啊 这个是讲到 月色 月色在这个 埃及 做这个 啊 做这个 领导人啊 那 他这个 准备的 粮食 准备的 很好 那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 到这个 什么 激方 激方 激方的时候 那 啊 鄰居 鄰居的 很多国家 都 发生了 激方 缺乏 糧食 那 这个 啊 月色的 的 哥哥们 啊 就要到 埃及 啊 因为 埃及 啊 在这个 月色 领导之下 充满了 这个 粮食啊 所以这个 粮食就分配 给 邻居 啊 是这样 那么 这边说 月色可以在 不需要 为自己 辩解的 情况下 向他的 哥哥们 展开 抱负 这个 他 啊 啊 如果 大家 啊 对这个 月色的故事 也读过 也熟悉 这个 因为 在家里面 啊 爸爸 就比较 偏见 对月色 比较喜爱 那 啊 这样的话 就引起了 哥哥们 的妒忌 所以哥哥们 就想要 要要害死 要杀死 这个 月色 那 弟弟就把 这个 月色 扔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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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康很深的 好像 井水 不过 没有水啊 这个康里面 那 这样 后来 这个月色 就 被 卖到 埃及 埃及 去 可是呢 他就在那边 啊 得到 了 埃及 的 喜爱 因为 他 这个 啊 种种的 工作都做得好 所以 他就可以担任 做埃及 的宅相 那时候 他把这个 粮食的 计划 啊 准备好 那 埃及 只有埃及 才有充满的 粮食 其他的 地方 都 啊 都积放了 所以他哥哥 那时候 他哥哥就到埃及 来 啊 要来 买这个 粮食啊 月色 可以在不需要 为自己 辩解的情况下 向他的 哥哥们 展开 报复 所以 这个 我们 有这个 如果 啊 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们 要选择 要选择 哪一方面 啊 如果 有谁 来 啊 错 待我们 我们 要报复 还是 不要报复 请我们来看 嗯 所以 所以这个 设计 设计月色 早已 原谅 他的哥哥们啊 啊 啊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这个 选择要报复 还是 还是要原谅 所以 月色 就选择 这个 不报复 来原谅 啊 月 可是 月色 他 关心的 不是 报复 而是 他的家人 他担心 父亲 他还活着吗 还是 这个功能 时常 啊 的家庭 已经 失去了 家长 他的弟弟 变 雅敏呢 啊 变 雅敏 应 应该 会如同 当初的月色 受父亲疼爱吧 他这个月色的心 就 想到 啊 想到 爸爸 他的爸爸 父 父亲 啊 还过得好吗 啊 是这样 啊 他的 弟弟呢 我们每个人 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 宝贵的 啊 耶稣在十字架上付出的 这个 暑假 是为 每个人 而复的 这是 很重要 这个 啊 我们要记住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 上帝的 子女 所以 啊 所以 不管怎么样 我们 要想 啊 给上帝 处理 如果 我们 啊 错了 对待 我们的 我们 也要 啊 告诉 上帝 让 啊 委托上帝 来 处理 哈 那我们 都是 借由 耶稣的 宝血 被属毁 在法律上 我们 都是 啊 属他的 任何 肆虐的 的人 都是 在 攻击 耶稣的 啊 啊 产业 我们 也是 也是 耶稣的 产业 我们也是 上帝的 产业 啊 这边说 啊 信念 代 以及 情感 或身 身体的 暴力 永远不是正常家庭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需要处理的家务事 也需要外界的 外界的 外界的 帮助和干预 如果你 或你的家人 正在 遭受 虐待 请 尽快 向 可信 来的 专业人 啊 啊 人士 啊 寻求 帮助 最好的帮助 就是 上帝 好 请我们来看些许 这个 哦 我们已经讲了 那么 如果 如果 月色 啊 如果月色 没有选择原谅 他在埃及 可能永远不会成功 因 愤怒和痛苦 会 轻患 会 侵蚀 他的心灵 啊 破坏 他与上帝的关系 就是 对 啊 许多 针对 悲剧性 存着 所做的研究 强调了一个事实 就是 对于 那些可怕 遭遇的 受害者而言 啊 啊 啊 要素 是 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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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 啊 病死他们 得以重新 生活的 关键因素 没有 要素 我们 仍然是 受害者 要素 给自己 带来的 治愈 比他人 或伤害 我们的人 更多 啊 虽然 虽然 月色已经 原谅了 哥哥们 但 他不愿意 让家庭 关系 停留在 最初 被 卖的地方 即 他要看看 情况 是否 已经有所 改变 所有的 的交谈 都是 通过 啊 全 全意 进行的 所以 月色的 哥哥们 不知道 他能听懂 他们的话 月色 听见了 哥哥们 所说的话 他们 原以为 把月色 除掉 父亲 就不会再 听到 他们 做 啊 做练的 报告 以为 不必再忍受 他 所做的梦 也不必 看看他 独占 父亲的 疼爱 这个 说到这个 月色过去的 这个 和这个 爸爸 哥哥 住在一起 爸爸对他 特别的疼爱 偏见 啊 啊 然而 这些年来 他们非常 但没有得着 安息啊 啊 反而受良心的 谴责 因为 他们 摆 对待 月色的情况 他们的行为 正啊 让他们 无法 得到 安息 安息 啊 并 身陷在上帝 可能 报应 他们的 啊 深度 恐惧中 啊 啊 月色真心 为他们的 醉 啊 醉酒 感到难过 他为他们 哭泣 月色 知道 饥荒 不会持住 好几年 所以 他坚持 要他们 再下次 来 十粮 就是 他哥哥们 到埃及 来 买这个 跟这个月色 买十粮 这个 啊 这个 月色 看见 便 啊 便 雅敏 还活着之后 他安排了一个 宴会 在宴会上 他明显表现出 对 啊 对 对便 便雅敏的偏爱 看看 哥哥们 是否还存有 以前的 妒忌之心 月色的哥哥们 虽然没有表现出 丝毫妒忽忌 但 愿是知道 他们的狡猾 因为 他们曾经 欺骗了 全正的人 他知道 他们一定 对父亲 隐瞒了 啊 行在自己身上的事 啊 好 行 我们来看 这个下去 这个下去 瑶素 和遗忘 瑶素 并不意味着 没有后果 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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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瑶素了 但是后果 还是 啊 还是 这个 瑶素 也 瑶素 也不是 让 瑶素 或者 继续 得罪了别人 也 得罪了 上帝 所以我们 要记得 我们得罪了别人 也就等于 得罪了上帝 事实上 每一种 罪都是对上帝 和创造主的 犯 的冒犯 然而 在耶稣里 我们可以 祈求 这些 罪过 都得到 完全的 赦免 啊 不是因为 我们 啊 配得 我们完全 不配 这一切 这一切 都是上帝 所 施的 恩典 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个圣经的真理 就能 把这种 要素 变成 自己的 所以我们也要 啊 用上帝的这个要素 来 啊 用在我们 啊 生活 里面 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个圣经的真理 就能把 这种要素 变成 自己的 只要我们 能亲身 啊 经历上帝 真正的 要素 就能学会 放下 和 要素 他人 我们 要素人 不是因为 他 配得 是因为 这是我们 从上帝那里 得来的 也是我们 所 需要的 而且 这不是我们 经常的 需要吗 正如我们 所看到的 月子 为他们的家庭关系 提供了第二次的机会 没有怨恨 也 放下过去 啊 这个 得 赦免 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 是有负的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 是有负的 这人 是有负的 这人 是有负的 这人 在罗马第四章 第七到第八节 就 请你去看 好 我们再看 过去 看下去 星期三 身体力行 那 在上帝面前 承认自己的怨恨 甚至 对上帝的 愤怒 是可以的 啊 我们 啊 经常在 经文里面 诗篇中 看到 啊 看到 看到 看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 自由的 告诉上帝 对 所发生 事情的 不满 或是 不喜欢他 他人 对待 自己的方式 因为 这让我 感到 又气 又 又难过 所以 有很多 呃 情形 有很多 呃 时候 我们 有这个 不满意的 这个感觉 那 我们不管怎么样 要对上帝 报告 在 月色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 他 哭了 因为他再次 见到了 的弟兄 的兄弟们 并开 并 回想起 过去 发生的事 就这个 过去 啊 所发生的 对 对你 啊 的 这个 的 心里面 感到 非常的 愤怒 非常的不好 啊 这个是 常常会提醒 如果你 想到 那个 情景 你就 就会 提醒 你过去的事情 可是呢 啊 不管 什么时候 发生这种情形 你就 要 要 对上帝 啊 祈求 啊 给你有这个 要素的 这个心 耶稣没有等我们先祈求 要素 所以 我们 也不必等待 的 注意我们的人 先求要素 我们可以在他们 不接受我们 的要素之前 就要素他们 不管 我们 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要要 要素 给 错过我们的那些人 不 我们不需要 啊 等到 他来跟我们 要素 我们才会 要素他们 啊 不需要等 就说 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就可以 要素他们 要素 就像 爱一样 啊 始于 选择 而不是 感觉 是选择 我们要选择 要素 还是选择 不要素 我们可以选择 要素 即使我们的 情绪 可能不同意 啊 这个决定 上帝 知道 我们 啊 我们 凭自己的力量 无法 做出 这样的选择 在上帝 凡事都能啊 在这个 马可 啊 福音 第十章 第二十七节 这么说 成人 要素 是啊 困难的 给我们 造成的痛苦 和伤害 是毁灭性的 啊 会让我们 受伤啊 啊 破碎 可是 如果我们 允许 医治 就會到来 反正 坚持 堅持 苦毒 和怨恨 好 请我们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啊 啊 星期四 要素后的安息啊 要素后的安息 月蛇的家人 终于抵达埃及 家里 再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了 当月蛇的哥哥们 向父亲解释 他以为已经遭杀害的儿子 现在是埃及的宰相时 他们一定是向父亲坦诚 当初把月蛇给卖了 虽然恢复关系 有时不太可能 甚至不经然是明智的 这并不意味我们不能要素 我们也许做不到 啊 拥抱的罪 啊 我们的人 也做不到和他们一起哭泣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口头或信件 来表达要素 接下来便是尽我们所能放下痛苦的时候 也许有些痛苦将永远存在 但至少我们已经走到走在这个走的医治的道路上 这样 啊 月蛇的哥哥们在埃及已经住了十七年 但是啊 当雅各死时 他们害怕月蛇会展开报复啊 他们再次啊 认识 他们再次啊 意识到自己对月蛇的伤害有多大 在父亲去世后 月蛇再次向他们保证他的要素 这种归服对月蛇和他的哥哥们 都啊 都啊 都如 如果 如果 伤口很 很深 我们可能需要 要素很多次啊 如果伤口很深 就要 要素很多次 这是一个很好的 啊 方法 因为 这个 如果 如果伤口很深的话 我们啊 常常 就会 使我们想起 可是 当我们想起的时候 我们就要 又要做 祷告 做要素的祷告 我们需要马上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并再次做出原谅的选择 而 啊 这篇说 月蛇 坚信他的生命是上帝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用来拯救当时已知的世界 啊 免疫地方 随后 帮助他的家人 实现上帝的应许 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啊 越是直到上帝掌控全集 能使哥哥们的计谋 转为善果 这令他得以啊 啊 要素 这令他得以啊 要素 这个啊 啊 要素是非常的重要 要素可以 医治 我们心里面的 啊 啊 我们 要记得 主耶稣 要素 我们每一个人的 啊 每一个人的罪 啊 每一个人的罪 啊 啊 因为啊 他把我们每个人都 都看 看得 就是上帝的子女 啊 啊 所以我们要记得 主耶稣 对我们 啊 的这个 要素 我们也应该 要对大家 啊 要素 好 今天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